我早就跟贺子秋说了 绝对是大惊小怪 网练都普及多少年了 这也不能怪林霄他们呀 那个人在网络上 确实有一些古怪 你们俩突然就决定见面了 你还联系不上 我都担心死了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 林霄就管他管得挺严的 现在要跟着别人学网练 他不担心才怪 对了你 仙仙 你怎么第一次跟那个然见面 就直接见家长啊 见什么家长 他就是知道我爸是开面馆的 他想尝尝我爸做的面 那不就是见家长吗 你说那个然 明明跟你约好了见面 还能因为半路有灵感回去了 你们两个情商都没问题吧 李先生 你们俩现在网练奔陷 你什么感觉啊 还挺好的 我跟你说 我们有好多共同的话题 那 那你见到他 你心里会碰碰跳吗 你带他见家长 你紧张吗 你就不担心你爸不喜欢他 你分开 你分开 他还用想呢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喜欢他 要喜欢一个人 怎么可能第一面就带去见家长 那不得紧张到背过戏去啊 你不要去看看 现在我算什么 他也不喜欢他 哪多人怎么回事 但是他出现他 他还是不要打电话 你什么事 他在铁锋 AWAY 嗯 你不是吧 你可以把月亮上面 想吗 他没有追到你 你就是你 你快把月亮到哪儿 你快把月亮了 你还把月亮了 你快来 我开门的时间 天什么崩什么地什么烈啊 整什么天蒙蒂蒂 细水成流不挺好的吗 你看我爸妈 他们就是相亲认识的 他们刚开始见面就觉得 还不错 适合过日子 后面不也挺好的吗 反正呢 我们俩就是先 培养培养感情呗 我最近创作状态很差 听说谈恋爱可以有助于创作 你谈恋爱就是为了创作 说不定能带来灵感的 不从对面一般的人 咱家门离就没消停过 那我去开门 起来了 你小哥今天早上六点就来了 坐完饭就走 弄得跟旧社会的小媳妇一样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等你吃饭啊 你今天要去医院抽牙神经 你十点半出门就来得及 你十点半出门就来得及 我看完那牙直接去工作室 肯定逼你先到 行 下次看牙我陪你一起去吧 正好找你哥洗个牙 再说吧 我先进去看牙了 拜拜 拜拜 我先进去看牙医院 还是这副全世界都欠他的死样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要搬回林邦那里住了 没有 那你是要回新加坡吗 你不是在医院都入职了吗 你怎么这么任性啊 你都已经回来了 就因为跟我闹矛盾就要走 你遵从自己的内心 不要因为别人做出冲动的行为 可以吗 知道了 跟你说不通了是不是 你在闹什么 没闹什么 你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一个快三十岁的人了 能不能成熟一点 你白天闹脾气 不给我看牙也就算了 你现在突然就要回新加坡 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有没有一点责任心啊 好好好 我错了 我那天太冲动了 我混了头了 我才说你们不是我亲哥 我 我反省 我不该说那样的话 我道歉 对不起 你们都是我亲哥 行了吧 谁是你亲哥 你们回来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我也很开心 但是 我们的确不能够 像小时候那样了嘛 而且你们 总是觉着欠着我的 我就压力很大 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缓冲 上个租客不要的行李箱 上个租客不要的行李箱 还有阳台储物桂林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一块扔了 不 你不是要走啊 不怎么说 你也没问题 李健健 李箱 月亮 咋了 你是去超市了 来来来来我给你提 你们先聊我不回去了 你们俩吵架了 你们俩吵架了 没有 我们在谈心 那就是好好了 我还想着给你们制造一些机会呢 谢谢你 李箱 我买了很多青菜肉卷和丸子 周末我们一起吃火锅呀 好啊 走吧 齐这么早啊 要赶紧吃饭吧 你看我今天多做了这么多带回来 是不是特别机智 赶紧扒我了 你做个饭怎么跟做贼一样 我这每天容易嘛 我这刚开业 每天早上店里忙得要命 还得跑过去当贼 我这青春头都快跟不上 对了 你不是有那什么维生醋片吗 给我吃两片 补补 自己买去 你每天吃我的喝我的还这么小气 你是不是忘了 你买菜一半的钱都是我给你的 兄弟之间这么计较 小气 来 我尝尝 来 来